回到新聞現場 帶你來看到的則是 新北市警官處要活化閒置的空地 目前正著手要來打造萬平的花園 而這項計畫也要配合 今年底淡海輕軌通車 將上萬平的土地進行綠綿化的整理 見史將開放給民眾作為休閒 踏青的好去處 淡水區淡海新市鎮中山 北路旁邊市民聯合服務中心 大樓對面的這塊空地 過去閒置許多年的時間 從一開始有傳聞要蓋大型醫院 到用地變更成為倉儲用地之後 原本美式大賣場也要進駐 但是後來都沒有下文 但現在又看到這一塊土地 又有怪手機具正在進行整理 不少人都會好奇到底需要做什麼用 而新北市警官處也表示 為了不讓空地閒置 因此今年底配合淡海輕軌通車 將上萬平的土地進行綠綿化整理 藉需將開放給民眾踏青使用 因為這塊地是營建署的倉儲用地 剛好我們也是希望說這塊地 如果現在閒置在那裡 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親近 我們想說藉這個機會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綠美化 再加上我們新北市一些可食地景 還有一些農業的特色 在這裡能夠呈現 讓大家在做輕軌道這裡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塊 一塊綠油油跟我們會種一些花海 還有一些綠植栽在這裡 然後讓這個整片的意向會呈現一個 讓人可以親近又可以來這邊散步 白天晚上可以散步的地方 警官處表示其實這塊土地 是營建署的倉儲用地 過去都沒有進行開發 因此而閒聚 而現在市府農業局聯手新北捷運公司 將這片土地有上萬平 開始種植綠美化菊災 包括了許多的警官花海 以及農業局過去極力推廣的可食地景 都會在這邊呈現 農業局說未來這片土地 近期規劃完成之後 將會維持到土地開發階段 因此近期內都可以讓民眾來這邊親近 而且配合輕軌捷運公司 還會有幾米藝術裝置 以及創意市集等攤位 期盼能夠為新市政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 記者許端一帶出三方報導